2017年,世界科学带给人类许多美好和惊喜,全新天文学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加令人激动的发现。 全球首个CR7疗法或P上市,让人类终于拥有了强大的抗癌武器。 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横空出世,使量子计算机潮着实又迈进了一大步。 2017已经离开,让我们一起重温科学所留下的那些美好和遗憾,那是人类社会前进的足印。 引力波开启多新史天文学时代,在陆续探测到数次黑洞并合发出的引力波后, 2017年8月17日,LIGO与意大利的引力波天文台Vogel又探测到了来自双中子星并合的引力波与黑洞不同。 中子星合并时,除了产生引力波,还会发出电磁波。 就在LIGO和Vogel捕捉到引力波信号2秒之后,费密望远镜也观测到了来自统一源头的Gamma射线。 之后的几天,全球70多台望远镜在射电红外可见光X射线和Gamma射线等各波段对引力波的电磁对应体进行了观测。 引力波和电磁波的联合观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让研究者获得了更多发现。 这也标志着天文学进入了多信使时代。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因为该协定对美国非常不公。 凭委派了美国经济,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通过,2016年11月4日正式签署生效,被认为是世界各国联合制定全球气候新秩序的标志性成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美国的退出可能导致巴黎协定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严重渲弱全世界对抗全球变暖的努力,给全球气候的治理和人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CART疗法 Kemaria或P上市 2017年8月30日,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发布重磅消息,瑞士制药巨头诺华集团开发的 CART疗法 Kemaria或P上市 用于治疗25以下人群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种疗法也成为医学史上首款或P上市的CART疗法 CART疗法的原理是 从病人体内提取T细胞,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改造T细胞后,重新注入病人体内,激发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消灭肿瘤,作为肿瘤免疫疗法的主要手段之一 CART疗法在多种癌症治疗中都展现出了良好的效果 随着Kemaria的上市 一个全新的抗癌时代正在到来 人类细胞图谱计划公布首批研究项目 2017年10月16日,人类细胞图谱计划公布了首批你资助的38个项目 其中包括清华大学章学公教授负责的研究项目 这项大型研究计划由陈扎克伯格基金会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ZOE发起和资助致力于建立人体所有细胞的参考图谱 包括细胞类型、数量、位置、相互作用、分子组分等 从而加深对疾病诊断、监测、治疗的了解 首批38个项目指示这个宏大计划的开端 主要任务是为后续研究铺路 为计划所需的各种技术和工具建立基准参照 中国量子计算机诞生创世界纪录 2017年5月3日,中国科学院5月3日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 计算机诞生 这个世界首台式获真价实的中国造 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陆朝阳、朱小波等 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研究组攻关突破的成果 在光量子计算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研究团队 在基于超导线路体系的量子计算研究领域也取得重大成果 打破了此前谷歌、美国航天航空局等实现了九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 未来量子计算可能为化学、最优化和机器学习等领域打开新的大门 全球首例人体内精英编辑试验 2017年11月13日 一次革命性的医学试验在美国奥克兰的一家医院开展 目的是为44岁的美国人布莱尔·马德 Brian Maddox治疗亨特式综合症 这是一种致命的遗传疾病 因为精英缺陷 患者体内缺乏一种能分解多糖的酶 导致细胞代谢废物在组织中积累 最终产生机能障碍 为了治疗马德 美国Sangoma Therapeutics公司把精英编辑工具输送到马德的肝脏细胞中 从而把有缺陷的精英替换成正常精英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人体内开展的精英编辑试验 可能推动精英疗法时代的全面到来 卡基尼号结束探索之旅 2017年9月15日 为避免污染土星的卫星 美国航空航局的卡基尼号探测器主动坠入土星大器 结束了成就卓越的探索之旅 卡基尼号于2004年7月1日进入土星轨道 此后通过多次调整运行轨道 对土星及其卫星进行了细致入围的观测 得到了很多重要发现 这使得土味而成为搜索的外生命的重要候选目标 就在使命终结之前 卡基尼号还充分发挥余热 多次穿越了此前从未踏足的土星环内侧的狭窄缝隙 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图片和宝贵数据 为他的探索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转基因三文鱼公开销售 2017年8月4日美国Akibon T公司宣布 他们已获准向加拿大销售了1万磅的转基因三文鱼 这是转基因动物食品首次在公开市场完成销售 这种三文鱼属于大西洋三文鱼被转入了两种基因 一种是太平洋奇努克三文鱼的生长激素基因 另一种是大洋雪鱼的抗冻蛋白基因 与未经改造的同类相比 转基因三文鱼的生长时间缩短一半 并且个头更大 可为人类提供更可控 可持续的三文鱼来源 转基因三文鱼的成功开售 也意味着受挫20多年的转基因续牧业迎来转基 肿瘤生物学撤销107篇中国学者论文 2017年4月20日 国际出版机构师普林格·Springer宣布 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 Tumor Biology 于2012至2016年刊发的107篇造价论文 这批撤稿论文全部来自于中国作者 主要撤稿原因是论文提供了虚假的评审人邮箱 涉嫌同行评审造假 这次撤稿创下学术期刊 三次撤稿数量的最高记录 引发业界对学术诚信和第三方论文服务机构的激烈讨论 也引起中国科技部教育部等官方机构的高度关注 并对撤稿事件进行了彻底调查 这一事件有助于反思如何改革中国国内科研工作管理和支撑评定 营造更加健康的学术生态 勒索病毒全球爆发 2017年5月12日 勒索病毒开始广泛传播 感染了全球很多运行Windows系统的设备 当用户打开计算机时 会看到一则英语告示 通知受害者至少支付300美元才能恢复计算机的访问权限 短短几天内 大约150个国家遭到攻击 很多高校科研机构的计算机被感染 极大影响了科研和教学工作 甚至一些医院也遭到攻击 手术被迫取消 患者生命受到威胁 勒索病毒的大范围爆发 在全球敲向了警钟 让各类机构和政府部门意识到 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应该提升保护级别